来 小心点啊 东西 小心 顺子 来 顺子 现在怎么样 我没事了 东家 只是 那些豆料 好了好了 豆料的事你先别管了 养好伤要紧 顺子 你有没有看见 劫我们豆料的人究竟是些什么人 那时候风沙特别大 而且那群人都蒙着面 所以没看清楚 郑高 我听说顺子受了重伤 顺子 你怎么样啊 要不要紧呢 大夫说顺子伤得不轻 需要疗养一段时间 还有咱们新定的那批豆料 让人给劫了 什么 豆被劫了 郑高 咱们的豆真的被劫了 全被一群蒙面的歹徒给劫走了 怎么会这样 会不会是 是不是王凯成 就是他 别动 这么卑鄙的手段 只有红稷的王凯成才做得出来 我找他理论去 不是还没用的 我们没凭没据 要是他死不认账 我们拿他也没辙 冬家 冬家 老胡 冬家 我不是让你送大夫回去的吗 冬家 我刚才回来的路上 看到一列推车 正推着豆料 要往红稷匠园里送 什么 哪有这么巧 那肯定是咱们的豆 老胡 你知道车上大概有多少斤吗 详细的 我不知道 但是那些豆料 跟咱们定的数量 看上去相差不远 郑高 现在说这些也没用了 我们报警吧 让警察查这件事 报警只会花更多钱 而且王凯成他这几年 勾结了警方 三番两次的陷害我们 现在已经到了这个田里了 这几点生命 我们只能自己想想别的办法了 冬家 不如咱们用苍底那批豆吧 不行 那些豆已经发霉了 是不能用的 那咱们就多加点盐 我说了不行 北山 你照顾顺子 我爹从房顶上摔下来了 可是我没钱呢 怎么了 发生什么事了 冬家 冬家 我爹从房顶上摔下来了 你要救救我爹呀 那你还在这干嘛 赶快回去啊 可 可我没钱呢 没钱你早说 这些钱你先拿着 不够再来找我 赶快回去吧 谢谢冬家 快 冬家 我娘从个夜里也得了重病 一直没钱请大夫 老虎 带她上帐篷零点钱吧 谢谢冬家 冬家 我娘也病了 我也是 我也是 冬家 我也是 我也是 冬家 我也是 干什么干什么 你们都想钱想疯了 每个人的娘都生病了 陈师傅 你也别怪大家了 都几个月没发想了 大货也是急的 没办法了 东家 咱们还是用苍底的那批豆吧 陈师傅 你三番两次 要我用那些劣质的原料做酱 你到底是何举行 东家 陈师傅没别的意思 实在是我们没钱再买新豆了 那也不能用发了霉的豆来做酱 上次的教训还不够吗 得了 就你行 就你学到教训 可眼下 连兄弟们几个铜钱你都付不出 还叫我们怎么信任你 我不干了 你 陈师傅 东家 我这人拉得惯了 不用擦了 不打紧的 那怎么行 你今天一路上风尘仆仆的 不把伤口擦干净了 要是伤口受感染发炎溃烂了怎么办 来别动 东家 我这破烂身子 连我娘在世的时候 都不曾这么照顾过我 只有你忙得没日没夜的 还不空来照顾我 我 好了 别说傻话了 你是为了照顾豆料 所以才会受伤的 是我连累了你 我照顾你也是应该的 东家 我 好了 说话上缘起 你放心吧 今晚我留在这里照顾你 东家 好了 好好养伤 你的弟弟妹妹还都盼着你早点回去呢 爹 顺子叔 平平平平平来了 佩申 这么晚了得平平来干嘛 她说她要来看顺子叔 我拦也拦不住 正好要送药来 就一并把她带来了 顺子叔 你的伤还疼不疼啊 不疼了 平平来看叔叔 叔叔一高兴 这伤明天就好了 太好了 那太好了 那我们明天再去抓蜻蜓 平平别只顾着玩 先让顺子叔喝药啊 等等等等 我先把药吹吹 要不然顺子叔该烫着了 真乖 你好了 东家 你们一家人 心肠都跟菩萨似的 我 我 我 孙子叔 你别哭嘛 是不是您的伤口又疼了 快 快喝药 喝了药就不疼了 走 走 郑刚 这阵子发生这么多事 你也累了 今晚就回去歇吧 不行 顺子是为了降原受伤的 我哪有回家休息的道理 可是你脸色这么差 我担心 你看你流了这么多汗 没事的佩珊 你先带孩子回家吧 我留下来照顾顺子 顺便再想想 多了我的事还有什么办法 连公祥都发不出来 还能有什么办法 看来苗迹这次 就要回在我手里了 义父 是我对不住你 正高 没事 安安 好不好玩啊 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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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事这么慌张啊 我老乡来告诉我 我们家被人放火给烧了 怎么会这样 我家里有爹娘 还有姥姥 夫人 我想回去看看 你快回去吧 路上小心点 谢谢夫人 萍萍呢 夫人 我把萍萍送去学校去了 那你快去吧 我一直待会 你这边 我希望你 都不想 那个人 傻子 他一定不会答应的 得了 救你行 救你学上教训 可眼下 连兄弟们几个铜钱你都付不出 还叫我们怎么信任你 我不干了 你 看来这次苗迹 他一定不会答应的 就要毁在我手上了 你服务 是我对不住的 二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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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回来了 阿翁 姑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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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事啊 二 小姐 二小姐回来了 佩 佩 佩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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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 我 你 小姐 八年了 我等这一天 已经等了八年了 等 你等什么 等你回来 等你回心转意 等你像现在这样 看着我 如果你这么看中我 就不应该处处打压苗迹 你知不知道 苗迹一垮 受害的不只是我和郑刚 还有江源那么多宫人 以及他们的妻子儿女 你要替别人想想 这么多年不见 你也变了 变得成熟了 变得会教训别人了 我不想跟你说这些 我再跟你说正事 我也再跟你说正事 佩山 这条江你还记得吧 当年我们两个在一起 在上面泛舟 只有我们两个人 多自由自在 我们多快乐 如果你还记得当年 应该也记得 我爹的教训吧 我爹常说 经商 应该把客人摆在第一位 要有良心 要有道德 赚了钱 要回馈社会 回馈乡里 多做点善事 多做点有意义的事 可你呢 你一手掌握着弘迹 却不用他来做点 有意义的事情 你这样做 对得起我爹吗 你还是不了解 我的苦衷 有时候 我管不了那么多 但你至少管得了 你自己的良心吧 良心 等一个人心中的挚爱 被别人夺走 还过什么良心 白山 你知道同时被自己最爱的人 和好朋友背叛是什么滋味吗 你知道跟一个你不爱的人 同传共振又是什么滋味吗 这么多年 我认受了多少痛苦跟折磨 甚至委屈跟辱骂 我受的这些痛苦 谁能够了解我 你知道吗 我没必要知道 就因为你爱的不是我是红枕钢 王凯成 我今天来找你 并不是来跟你提陈年旧事的 陈年旧事 佩山 对你来说可能是陈年旧事 或许 甚至你已经把他给忘了 可对我来说 我永远都不会把他 忘记 这一切 这一切就像梦一样 永远惠之不去的梦 佩山 你知道吗 我有多爱你 可是我也恨你 恨你为什么对我如此薄情 因此你为了报复 这八年来 你处处打压枕钢 恶症苗迹 甚至连我们借钱买的 连最后希望的豆料你也劫走 是不是 劫什么豆料 我王凯成 怎么会是这样的人呢 王凯成 就算我求你了 把那豆料还给我们行吗 这就是你来的目的吗 你为了他 不顾自身的安危 甚至不顾自己的自尊 为了红振钢来求我 佩山 你为什么对红振钢这么好 愿意付出 愿意为他牺牲一切 对我却这么残忍呢 我以为 我愿意为时间可以冲淡一切 八年过去了 我对你的爱越来越深 我不但没把你忘记 这种爱 每天缠绕着我 每天折磨着我 我想你想得我都心痛了 我 我 我 你说呀 你为什么对红振钢这么好 对我却这样呢 你说 你告诉我 你说 你说呀 你别吓你啊 我来 来 别急 小心一点 车夫 快 到最近的诊所 这孩子服完药 还要睡上一阵子 你先拿这个药方到前面去抓药 药头三碗煎一碗 药尾两碗煎一碗 这药还要长期服用啊 你上柜台先抓石贴 用完再来 石贴药 我 我没太那么多银料 尽管开最好的药 多少钱我来付 这也太多了 那就再抓几天上好的补药 给这位夫人 不需要 你不用这么做 我不会领听的 佩山 有什么比孩子的病还重要吗 我 大夫 开药 好好好 佩山 等一下 还有药呢 请你不要缠着我 别说了 别把他吵醒了 你看 他睡得多闲啊 请你自重一点 那五块大元 我会尽快还给你的 佩山 你别用这种态度 来疏远我行吗 你知道 如果你需要帮助的话 尽管开口 多少钱我都愿意给你 我不需要你的钱 我只请你把痘料 还给我们 又是痘料 为什么 为什么你永远只想着 洪正刚一个人呢 你难道还不明白 我对你的心吗 再说了 为了你 我愿意付出我的一切 如果是洪正刚的话 他连伊犁都也别想 既然这样 我们没什么好谈的 来 小心一点 佩山 不管怎样 我都不会生你气的 你来找我了 这是最重要的 这证明我们 又可以重新开始了 车夫 麻烦你快点走吧 好 把药拿上 等一下啊 钱给你 大车小心一点 好 好 洪正刚 我先放你老婆回去 但是我发誓 总有一天你所拥有的一切 都将是我的 爹 我回来了 爹 我回来了 娘 娘 秋仪 我回来了 哎 奇怪 没人在家吗 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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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带上哪儿去了 我刚才在家一个人都没有 娘出去办点事回来迟了 咱们进去吧 就这里 二小姐 来 子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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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喝茶 谢谢二小姐 孩子都睡了吗 没有 安安才刚醒呢 我让萍萍陪着她 萍萍 真是个好孩子 又贴心 又懂事 对了 怎么不见二少爷 将场不是平宫吗 有个宫人受伤了 正刚在宫廖照顾他 好 子豪 你来找我 有什么事吗 好 那我就直接问了 你为什么要去见那个王凯成 刚才的事 我都看见了 你跟他在纪人堂门口拉拉扯扯 还有这两包药 也是他亲手给你的 对不对 我妈 那他在纪人堂上 你会让我来 他的事 我他在纪人堂上